各位会员,大家好 今天的会员故事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少年的悲剧 今年年初的时候 胡新宇案件轰动一时 这个中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 又被莫名其妙地找到尸体 最后被定性为自杀 这期间各种传闻都有 最大的传闻就是活灾器官 当时在推特上 很多人都知道我以前是干行径的 所以都问我看法 就是胡新宇是不是可能被活灾器官 我当时一直拖着没说 因为站在民间舆情的角度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猜测和愤怒 而且确实当地的警方 在办这个案子的过程中 非常不负责任,也非常不专业 但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 我有自己的看法 因为实在是太凑巧了 我自己就办过一个 跟胡新宇的案件高度类似的案子 所以我第一时间从网上看到这个胡新宇的案件 真的是感慨神相似 在我谈我自己的看法之前 我先给大家就详细的说说我经历的这个案子 2007年我们接到辖区的一个农民的报案 在他果园的附近的一个地方 发现了一具尸体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就发现 这个地方很偏僻 平时人际罕至 这个尸体明显就是一个小男孩 衣服还是完整的 是附近的一所中学的校服 由于当时正好是广州的夏天 又湿又热 所以在野外的尸体是腐烂的非常快的 这具尸体就已经高度腐败了 只剩下一具骨架和上面的一点点的皮肉 它身体内部的器官都已经腐烂融化 整个面容也已经看不清楚了 这种情况在法医类里 专业的术语叫做白骨化 在这个尸体的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 和一个完整的书包 通过查看书包里面的书籍以及学生卡 我们很快就确定 这个死去的孩子叫做小龙 他是附近那所中学的初二学生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进一步的解剖之后发现 小孩这个死亡的时间已经在七天以上了 他的死因是因为顿气 撞击头颅 导致颅牢损伤 现场就发现了一块石头上的血迹 跟死者的血型是吻合的 而且石头的形状和死者的创口也是吻合的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作案的凶器 而且死者的颈部有勒痕 法医就推断他死前很可能遭到了掐脖子的袭击 法医根据现场这些情况他得出来的推断就是 这个死者在生前可能被人突然从背后袭击 掐晕了之后又被罪犯用石头砸向头部 最终导致死亡 一个初二的小男孩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推着自行车出现在距离学校几公里外的荒山野岭呢 他这个年纪身上也没什么钱财 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 又会是什么人下如此残忍的狠手呢 我们当时在看现场的时候就有很多文讯而来赶来看热闹的村民 因为这个事儿涉及的是本地的孩子 而且尸体的腐烂程度还比较高 所以当时有很多好事儿的村民 在围观过后以恶传恶 就说这个小孩的器官不见了 很可能是被人偷摘了器官 死了之后抛尸到这里的 这个传说有鼻子有眼 各方面都很契合普通人对于一桩离奇的谋杀案的想象 所以自然而然很快就传开了 它的影响大到什么地步 这个传闻出来之后 我们辖区所有的中小学校 都规定学生一定要家长来接 不准独自回家 作为家长听到这种传闻 那就更不用说了 大家都是惶惶不可终日 甚至有很多专业的记者 在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 还正儿八经的把这个传说给写进去了 最后这个事儿居然作为内参 报到北京去了 连公安部都知道这个事儿了 当时还作为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挂牌督办 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挂牌督办 就是公安部还有各地的一些公安厅 它每年都会选取一些影响比较大的刑事案件 作为督办案件 就要求经办的部门 案期报告侦查进展 限期破案 一般被挂牌督办的案子都是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 比如一次性谋杀了很多人 或者是那种连环杀人案 恐怖袭击案之类的 这个案子从案情来说 并不是特别重大 但是居然被公安部挂牌督办 从侧面也说明 它当年的社会影响有多大 这个影响很大程度上 就是活灾器官这个传闻 引发的社会恐慌 这一点就跟胡新宇的案件是高度类似 胡新宇的案子本身案情也很简单 一个中学生的失踪案 它之所以最后变成了影响全国的案子 其实根本上就是因为活灾器官的这个传闻 活灾器官这种说法其实起源很早 在我当刑警之初就已经听说过了 这种说法确实对于普通人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远远比那些杀人放火抢劫之类的更恐怖 因为这完全触及我们能够想象的恶的底线 而且关键是这种说法 它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 具备一定的可信度 因为现实中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 器官移植确实越来越多 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不管哪个国家 等待器官移植都是排长队 所以可以理解 为了暴力抢器官这种说法 至少它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但是在逻辑上说得通的事 它会不会在现实中真的发生呢 事实上 这个传闻出来之后 我们的法医马上就写了一份详细的尸检报告 对这个少年小龙的这个实验 做了一个详尽的分析说明 这个孩子的尸体虽然已经高度腐烂了 用法医的术语来说叫做器官置容 但是它各个器官的痕迹还是明显看得出来的 从尸检的角度 不管腐烂到什么程度的尸体 这个器官有和没有那是两种明显不同的状态 腐烂了它依然是有痕迹的 所以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这个孩子死的时候 它的器官是完整的 并没有丢失 首先可以排除的就是器官被盗这种可能 同时我们通过痕迹检测 我们还可以断定尸体所在的地方 就是案发现场 综合上面这些信息 我们能得出哪些判断呢 三个方面 第一 现场它没有脱拽的痕迹 它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也就是说它没有抛尸之类的可能 这个地点就是罪犯的作案地点 第二 死者衣着是完整的 他随身的财物包括自行车并没有丢失 所以罪犯作案并非是为了谋财 报复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三 现场非常偏僻 并非死者平时放学必须经过的路 所以死者他要推车到达现场 应该是有熟人引导他 或者是被别人胁迫到这里来的 有了这三点推断 我们侦查的重点也就出来了 也就是小龙的社会关系 同学 朋友包括网友 以及家人都要梳理一下 而那些学校网吧附近活跃的那种青少年 色恶团伙更是我们调查的重点 我们甚至把他所有的网友都筛查了一遍 但是筛查完他的社会关系 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这个小龙他生前性格内向 朋友并不多 也和别人没有什么过节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少年 但是这个小龙的家庭关系 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那就是这个小龙的父母对孩子的过时都非常伤心 但是他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小华 他对弟弟的死亡好像就不怎么在意 有备于人伦常理 在考虑到这个家庭复杂的内部关系 这个就让人比较怀疑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小龙这个孩子是他父亲跟第二任妻子生的 他的父亲是本地的一个村民 在很早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前妻也是本村的 当时还生了一个孩子 就是小龙同父异母的哥哥 小华 离婚之后法院就判决小华跟母亲 南方要承担赡养费 虽然离婚了 但是父亲俩仇怨很深 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小龙的父亲就经常赖账 虽然只是每个月几百块的赡养费 他也经常拖欠 而且在离婚之后 他又很快的二婚 然后就生下了小龙 两家人都在一个村里面 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直以来都似同水火 甚至为了赡养费 后来还几次落上了法庭 这个小华 在他母亲长年累月的这种仇恨教育下 本来就对父亲抛弃他们很有意见 而且看到父亲又如此刻薄冷漠 连赡养费都不愿意给 所以他对于父亲不仅毫无感情 而且充满恨意 多次破口大骂 在这种情况下 小华和小龙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 关系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父母之间的仇恨 两个本来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也如同仇人 他们经常遇见 但是平时根本不来往 所以这个案子 有没有可能是个家庭悲剧呢 虽然我们开始怀疑小华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他真的会对自己的弟弟下毒手吗 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想太残酷了 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 所以在没有证据之前 我们并没有对小华采取任何的措施 我们在观察他的同时 还从现场出发 争取从现场获取更多的线索 我们在搜了这个现场的周边之后 就发现能够来到现场的小路只有一条 而且这条小路又是连接村里面的 一条大路的 在小路和大路交叉口不远的地方 正好有一个治安摄像头 所以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大致的方案时间段 然后去翻看监控录像 我们首先对小龙的老师和同学进行了走访 加上学校附近有监控录像 我们就确定了小龙 在案发当天最后出现的位置和时间点 然后我们又找了一个跟小龙 年纪和体型都一样的中学生 骑着同样的自行车 按照小龙平时的习惯 以最快和最慢的两种速度赶赴现场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一个大致的发案的时间段 通过模拟整个作案的过程 加上前面我们推测出来的这个时间段 我们就大致可以推算出 疑犯如果要通过那个路口 应该是在什么时间 然后我们对小龙的哥哥 小华在案发当天回家过程这个路线 也进行了模拟重组 就是看他如果从学校去现场 会用多长的时间 经过这两个时间的对比 正如我们所聊 他在时间上是完全可以重合的 存在嫌疑 但这些都是只是猜想 不能作为证据 最好是有监控录像带的这种实锤来说明 但是麻烦的就是 我刚才说的村里面那个摄像头 它的角度非常糟糕 而且平时没有什么人看管和维护 所以它那个镜头是朝向地面的 它能拍到的画面是半截画面 什么半截呢 就是只能看到路过的人的下半身 你看不到全身 这半截录像怎么去分析它呢 我们刑警队有个专门负责分析监控录像的 他就把我们推理出来的 这个案发时间段的录像都掉了出来 直直细细的看了一遍 非常不容易 废寝忘食的看了好几天 眼睛都看得冲血了 他最终从录像中找出了 案发时间段最可疑的一段画面 就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一晃而过 录像中只看得出他露出下半身的画面 这个画面能看得出他穿了一双白色的球鞋 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随后我们就悄悄去了小华的家里面 以通报案情为名 就仔细看他放在家里的鞋子 果然发现他也有一双白球鞋 和监控视频里面出现的那个球鞋非常相似 然后我们就把这双鞋悄悄的拿去化验 果然当天就在这个鞋子的表面 提取到了很微量的血迹 经过DNA的对比 发现这个血迹就是死者小龙的 有了这个铁针 那么基本就可以断定 小华就是杀害小龙的凶手 抓捕这个小华是我去的 因为对方毕竟是个少年 所以我们并没有动用暴力 我去他家之后 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他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 他看着我非常冷静 他说我知道 我说既然你知道了 你就跟我走吧 跟你母亲好好去道个别 说实话 当时这个小华这个孩子 那种平静那种无所谓的眼神 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深 非常感慨 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所以从审讯开始 他就几乎毫无保留 完完整整地交代了自己 作案的动机和过程 因为他的母亲 经常跟他说他父亲的一些不是 所以他对于自己 那个薄情寡义的父亲 恨之入骨 从小就恨不到他找死 正好前几天因为赡养费的问题 他的父母又大吵了一架 觉得实在是很糟心的 这个小华恶像胆边生 他就想杀死父亲来泄愤 但是他也不过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要杀死父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首先他和父亲的关系很糟糕 很难骗父亲 其次就算是单打独斗 他也未必打得过 所以这个小华试来想去 他觉得杀父亲很难实现 干脆退而求其次 把仇恨转移到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也就是小龙的身上 我杀不了你 我就杀死你的儿子 让你痛苦一辈子 所以在案发的当天 他就找了个借口 在放学的途中 结住弟弟 说我有很重要的事 跟你商量一下 这个小龙虽然和哥哥 平时不怎么来往 也不熟悉 但是他知道那个毕竟是自己同父的哥哥 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会害自己 所以也没有拒绝 两个人就推着自行车 以前以后来到了案发地 这个小华 趁小龙完全没有戒备的时候 就突然用手肘 死死的扼住这个小龙的脖子 直到这个小龙昏死过去之后 又搬起旁边的一块石头 活生生的砸死了自己的弟弟 整个作案的过程 和我们之前的现场分析 是完全一致的 所有的现场的证据 也跟他讲的过程 都能完美地吻合 因为小华他已经年满16周岁了 而且是故意杀人 情节又很残忍恶劣 所以是必须负刑事责任的 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 虽然他很可能会被减刑 最终也能从监狱里面出来 但那至少都是10年20年以后的事了 他的人生可以说毁了 这个案子的侦破 说实话是让人非常沉重的 对于侦察员来说 是完全没有任何成就感的 这种人伦悲剧中 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教训呢 其实这个悲剧最大的祸首 应该说就是小龙的父亲 说他是个人渣 一点都不过分 不管什么原因 你离婚也没有什么 但是年年为了赡养费和前妻烙腾 这小华毕竟也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不管不问 还要赖账 几百块的赡养费都不愿意给 这是人干的事吗 所以小华对他的仇恨 完全是有理由的 最终他自己也遭到了 人间最惨的报应 一个儿子死了 一个儿子坐牢了 两个少年人生被毁 都是他埋下的祸根 但反过来说 小华的母亲也有一定的责任 虽然前夫确实很人渣 不给赡养费 但是你还是应该尽量给儿子 提供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而不是常年累月的 给他灌输对父亲的仇恨 一个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 完全体会不到什么是爱 只知道什么是恨的时候 他的心理能不扭曲吗 作为陪伴着孩子成长的母亲 他是难辞其咎的 最无辜的可能就是死者笑容 这个孩子完全成了 扭曲家庭关系的一个牺牲品 在懵懂无知中 死于自己哥哥的手里 让人特别痛心 所以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的人生 为人父母都要尽职尽责 因为父母对于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是一生的 严格的说 没有失败的孩子 只有失败的父母和失败的家庭教育 特别要说明 在侦破这个案子的过程中 我们还偶然间破了另外一个案中案 以后有空我再给大家顺带说一说 最后我再回到开头 给大家多说两句 就是活摘器官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嘎腰子这个事 该怎么看 因为之前胡新宇案件的时候 很多人要我谈看法 我说不太可能是嘎腰子 很多人都很气愤 就说我是在给警方洗地 说实话 因为我自己有上面这个案子的经历 所以站在专业的角度 对于有些离谱的猜测 我确实很难附和 器官买卖这种伤天害你的事 现实中有没有 肯定有 因为器官移植的需求的缺口很大 这些年也产生了相关的地下产业链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缅北地区 可能就确实存在这样的事情 但是大家要有个常识 就是器官移植 它是需要严格的事先的配型的 整个移植的过程也是有实现和环境的要求的 说难听一点 它不是说你拿个杀猪刀直接去割了就能用 就算是一个人 自愿卖腰子 那也得配型对得上才行 一般的青少年 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好 它是不符合器官移植的要求的 成年人可以移植器官给青少年 但是青少年很难移植给成年人 而且通过谋杀一个人的方式去嘎腰子 这个在缅北这种地方可能行得通 在中国这种管控严格的社会里面 到处都是摄像头 很难行得通 如果是手眼通天的那些人物 大人物 他想要移植器官 他完全可以通过死刑犯 或者其他合法的渠道搞得到 配型准确 而且还没有后续的风险 而不可能随便去街上抓一个人 未必符合配型的要求 还得冒着谋杀的巨大风险去弄 这个在逻辑上就完全说不通 当然上面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见 就供大家参考一下 今天的行政公司 咱们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会员的支持和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